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挑战者 第二集 211-218 天降正义 清泉的猎人水晴物与第三类涌动机 约等于天下无敌提瓦特的园丁 不会严含提瓦特的园丁 不会酷热元神成就全收集 1.0-4.8共1240个已完结 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挑战者2里面的试着成就 配对要求的角色多多 到了会和大家说的 好的,来,我们先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清云顶右下角 立着起点很像处 我们要来到这 好,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南方向 从这儿跳起来飞下去 飞出一段距离之后 来,看向我们的脚底 等到乘过这次逢场 我们来到小地图的就是这个 刚才我标记的地方 我们朝下 下落中极 下落5秒 砸到怪物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一的成就 好的,拿到成就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脆绝坡下面 这个起皮点 我们的第二的成就 是要我们在15秒之内释放5次元素爆发 小伙伴们如果那个充能比较快的话 也可以打拽的时候用 所以我们准备捂着那个元素爆发盲的角色 然后撕着释放完之后灯换配对 再增出第5次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二个成就 第三类勇动计 好的,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来我们打开配对 来,晃一下队友 我们需要水属性角色 用一个巴巴拉 或者如果不多的话 还可以再加一个 其他水属性的角色 不善成恶 当人不绕 好的,准备好之后 我们去找爆炎术 我们从这跳下来 之后撞向我们的西北方向 我们的下一个成就 是需要击破爆炎术 花装上的那个火盾 然后使它瘫痪 行水神志 所以我们需要用水属角色破盾 来,我们来找它 之后它第一的盾会刷在真部 我们拿出水属角色来 先把它根部的盾给破了 之后它会第一次瘫痪 我们需要等它胀起来 胀起来之后 它就会把盾刷在 它的花装上 就是这个 停下来 然后我们抓上芭芭拉的水滑 再加上一个锁系角色 接下来 踢一脚 我们再次点到为止 这样让它 那个碳化 我们就能拿到第二成就 好的 拿到第二成就之后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极栋树的副本 也是一样的 终极花灌 然后使极树瘫痪 好,到了副本之后来 我们先真换一下配对 我们需要一个女婆 然后还需要一个 能跟我们套其他盾的角色 猫猫中 蜜之类的都行 那我再下 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 活熟性角色来破盾的 好,准备好之后 来我们把视线 装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出发 冒险冒险 从这地方走过来 然后跳下去 我们来找极栋树 我们来激活它之后 晃出女婆 开一个异技能 之后再晃出猫猫 这就有两的盾了 再减洗当台的结晶盾 就有三的盾 我们就能拿到一个成就 约等于天下无敌 这一成就需要你 同时处于三种 那个护盾下面 好的,来 我们晃出活系角色 来破盾 先打破它下面的这个护盾 直到瘫痪 这里我再演示一遍 就是我们捡到三种护盾 现在是两种 一个女婆的 一个猫猫的 再加上一个结晶盾 好,等它起来之后 我们等待一下 这样是不好打它的弱点 等它朝我们中击的时候 我们晃出活系角色 然后击打它头上花装的弱点 然后使它瘫痪 就能拿到这一成就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纯水精灵一动有两个成就 一个金拳的列子 需要我们击败它的每一种晃行 第二个是纯水物语 有些晃行被击败之后 会留下那个水荡 我们不能被水荡命中 这个有点难 小伙伴们要是不好完成的话 就那个多挑战几次 我们只能碰运气 然后就是不要遇到 那个会留下水荡的那种 幻形生物就行 幻形生物一共有八种形态 分别是野猪 然后鹤 还有鸭子 松鼠 鹰 螃蟹 青蛙和鸟 其中青蛙和鸟 在被击败时候会产生 那个水荡 范围非常大 小伙伴们可以 带那个温敌或者是旺叶 在它 要那个爆炸的时候 我们跳起来 就能躲避 这个地方 钟离的柱子是不行的 钟离的柱子立不起来 纯水精灵的最后一个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一起作对 挑战纯水精灵 就能拿到这成就 挑战者阿阿中 还有一个成就 叫出奇迹了 虽然我们击败七败的大尾球 击败一次 二十次 五十次 可以拿到三个成就 要是考虑到这期视频太长了 我们还是分的批吧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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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